大臣到时51天 民进党指控说马总统密会了黑道组头陈银柱 但是到现在没有拿出证据 那么国民党立委邱毅也反击 说蔡英文今年6月份在这个菲律宾募款餐会的时候呢 嘉义胜的前县长陈银文 他也拜托陈银柱 叫他照顾蔡英文 对此陈银文下午坦诚 说他的确认识陈银柱 但是没有这回事 他已经正式控告邱毅 针对蔡英文今年6月到菲律宾进行募款餐会 邱毅指控陈银文曾经拜托过陈银柱要照顾蔡英文 邱毅还三问蔡英文 第一 陈银柱在菲律宾有赌场蔡英文知道吗 在菲律宾有庞大而有名的赌博博弈娱乐事业 在马里拉有 在老沃也有 蔡英文你知不知道 第二 陈银柱及友人在菲律宾认购募款餐会 蔡英文知道吗 有多少的餐券 有多少桌 的认购 是跟陈银柱 或者他在当地的友人 是有关系的 第三 郑文灿有没有在赌场接受招待 郑文灿你不知道这个赌场 这个休闲度假中心 就是陈银柱跟他的友人 合资所开设的吗 所以批评这是蔡英文拿18%骂18%的翻版 你蔡英文募款餐会6月18号今年 你才刚刚被人家帮忙过 你现在就回头说人家是黑道 这不是跟你18%骂18%的行为一模一样吗 我绝对没有 这个 邀请任何人 包括陈银柱本人 或陈银柱友人 来请他们协制 在菲律宾 来帮忙 这个 蔡英文 来进行所谓的募款残会的事宜 至于陈银柱跟陈银柱的交情 有没有给政治献金 陈银柱迅速回避不愿多谈 民进党极力想抽离陈银柱的议题 陈银柱一告恐怕双方还有得差 昨天新闻侯国文嘉宜报道